最近有赵勒斯和陈真远这样的偷偷藏不住火棒全网 本剧虽然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但是看过小说的网友 再看剧版就会明显感觉到不同 原主藏不住的是少女情怀 一直暗恋一个人的心思 而剧中表面上藏不住的是桑智对段嘉许的长期单恋 但其实藏不住的是段嘉许在阳光温柔外表下的满身疮疑 电视剧目前已知的有三处略微的改动 第一个就是段嘉许毕业之后在桑岩家寄宿 别人的毕业都是迎来新的人生 而段嘉许的毕业却是债主紧逼 在原先的剧本中 桑智过来问段嘉许 哥哥你心情不好吗 嗯有一点 但是在电视剧中 段嘉许说的却是没有啊 段嘉许不想让桑智知道自己的不幸 但是桑智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了她的心事 所以就安安静静的陪在段嘉许的身边 第二处是段嘉许的急性狼尾言不能复约了 桑智打电话询问 原主中段嘉许说的是没事 而剧中说的却是没有 一个意思是确实不舒服 但是自己扛得过去 另一个完全就是隐藏 在桑智面前隐藏成年人的心酸 第三处是江影将热水泼到段嘉许脸上的这一幕 桑智拉着段嘉许出来 原主中写着被欺负上门了不能忍 而这部剧中却嫁了段嘉许的回应 我都成年了 怎么可能欺负我 段嘉许还是在隐藏自己 但是中间的那个停顿却说明了一切 而这一切被桑智看出来了 默默看向段嘉许脸上被烫伤的印子 用药膏轻轻的擦拭 这里没有什么台词 但却什么台词都说尽了 因为可以从桑智表情中看出心疼 这三处改动使得剧情有了另一层的含义 段嘉许诠释了成年人的心酸 而每次在桑智面前的隐藏 却都会被看穿 段嘉许爱桑智 是因为桑智懂她 能看到她内心的脆弱 大家在没有看之前 千万不要被网络上的言论给带偏了 毕竟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这部剧在一些小的细节处的改编 还是很有深意的 绝对值得细品 在之前的偶像剧中 绝大多数的套路都是男主 家世显赫 而女主是个草根女孩 因为一次偶然的现后 让男主疯狂爱上了女主 可偏偏这段爱情 得不到家人的同意 在两人爱到无法自拔时 男主的母亲 必然会拿着一张银行卡出场 要求女主离开男主 真正的虐恋 这才正式开始 然而在偷偷藏不住中 这种套路却是反着来的 这次女主桑智是夫人家的女孩 而男主段嘉许 却是个绅士可悲 还带着一大堆债务的可怜存在 要说段嘉许窘迫到什么程度 母亲意外过世 她连个安葬费都拿不出来 因为跟桑岩的关系比较好 自己又是个学生 只能去跟桑岩的父母去借 等葬礼办完之后 还剩下几千块钱 明明人家父母说了不着接还 但段嘉许还是放下了那笔钱 仓促走人了 说起该剧中最令人讨厌的角色 绝对是僵硬 她纠缠段嘉许十年 却意外成全了丧志 解决很讽刺 段嘉许曾经过着 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但一次酒后嫁势的意外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段嘉许的父亲段志诚 撞到了江颖的父亲后逃逸 而江颖的父亲 最终未能抢救过来而去世 段志诚因内疚和恐惧 而选择跳楼成为植物人 这个意外事件毁掉了两个家庭 段志诚的自私行为 让段嘉陷入困境 段嘉许的母亲许若书 为了赔偿江家 不得不卖掉房子 并倾尽所有 许若书解决了赔偿款后 江颖却对段嘉许始终不放过 在学校里江颖对段嘉许展开了抱负 不断找他麻烦 甚至将他推下楼梯 使他受重伤 江颖将父亲去世的责任 归咎于与他同样年幼的段嘉许身上 他的恶意行为 消除了段嘉许内心的愧疚感 无辜的段嘉许 受到了江颖的虐待 尽管过了十年 坦然无法摆脱他的纠缠 江颖对段嘉许 有着复杂的感情 既有恨意 也有爱意 在这十年内 江颖一边虐待段嘉许 一边又追求他 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几乎将他逼疯 江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 认为段嘉许 应该无条件的满足他的要求 取他作为补偿 然而他没有意识到 段嘉许也承受了不属于他的责任 段嘉许也是一个受害者 他面对江颖的折磨和痛苦 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他被江颖的复仇 所束缚 一直无法自由的生活 在段嘉许工作后 江颖的纠缠变本加厉 他能够不同的手段 吓走了那些 对段嘉许有好感的女生 江颖向这些女性 透露了段嘉许家境不佳 父亲是杀人犯等负面信息 使他们知难而退 此外 江颖还单方面公布了 他与段嘉许的婚讯 强迫段嘉许娶她 然而这种行为 只引来了段嘉许的 一次次报警反抗 江颖的行为 再次展示了 他对段嘉许的控制欲 和复仇心态 他不断干涉段嘉许的生活 并试图通过迫使他与自己结婚 来达到满足自己的目的 这是江颖的所作所为 才导致段嘉许 这些年都没有谈恋爱 为他后来和桑枝在一起 埋下伏笔 甚至可以说 是江颖的纠缠 成全了桑枝 这么多年的暗恋 桑枝的真诚和勇敢 成为了至于段嘉许 内心创伤的良药 他们的爱情发展顺利 段嘉许用心呵护着桑枝 给予他温暖和支持 相比之下 江颖的结局显得很讽刺 在江颖的父亲去世之后 他的母亲改嫁 然而没想到 他的继父却犯了罪 江颖经历了继父犯罪 受害者的追责和侮辱 这让他深刻的认识到 段嘉许的无辜 他意识到段嘉许 并不应该承担段志诚的罪责 这一经历 使江颖醒悟过来 并选择放手 当江颖处在段嘉许的位置上 他才理解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而他的偏执 也注定他这辈子都得不到幸福 赵露丝真的是把 软软动动的林家小妹妹 诠释得非常好 看他撒娇 心都要跟着话了 看他哭也会跟着哭 真的是楚楚惹人脸 江颖扭曲得占有欲 让霸气护负的桑志 放信不下 他马来电子眼 送给段嘉许 只是江颖此时 站在段嘉许公司大门前 大闹 段嘉许怕桑志受到伤害 便告诉他 以后不要上次来公司找自己 桑志很受伤 嘉许哥忽冷忽热 忽近忽远 让桑志摸不着头脑 不得不夸一下赵露丝 这里感情的细微变化 他真的处理得挺好的 那种满怀期待的送礼物 又被泼了一下冷水的感觉 从唤星雀跃到黯然神伤 他拿捏得很到位 于是桑志就和朋友们 一起约着期末考完 到酒吧放松一下 一直暗恋桑志的江明 在酒吧弹吉他 并唱了一首歌 向他表白 但桑志喝醉了 完全没在意 酒后又忘得一干二净 但这一幕全成为 段嘉许看到了 老哥哥终于意识到 危机的到来 激起了内心的醋意 桑志最久明场面 又可爱 又让人心疼 他又想让嘉许哥背塔 又说自己九十多斤 胸海很平 让段嘉许哭笑不得 酒后吐真言 桑志直言自己 有个很喜欢的人 喜欢了很久 段嘉许忍不住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让自己捧在手心里 怕伤到的小女孩 哭成这样 于是他夺命连环追问 也只是问出了 那个男孩对谁多好 是个中央空调 桑志就像小太阳一样 照进段嘉许 满是黑暗的生活 成为了至于他 生命的一束光 趁着桑志醉酒 在车里昏睡 段嘉许终于按捺不住 内心的感情 自言自语的 向桑志表白 桑志原来你喜欢那样的 那我变成那样的好不好 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 这样我们桑志 应该就不会这么伤心了吧 让别人来照顾你 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 都是桑志一个人的 单向暗恋的话 那在这一刻以后 就是二人的双向奔赴 该说不说 前飞这朋友是真能处 段嘉许向他形容 桑志喜欢的男孩 前飞立马断言 这不就是你吗 段嘉许终于意识到 桑志喜欢的人 可能是自己 于是开始疯狂试探桑志 寄了他送的领带 送他可有名字的手链 作为新年礼物 还跟桑志说 自己可以接受 年龄小的女孩做女朋友 二人的极限拉扯 真的是后天啊